18面菱形切割 反射钻石耀影光芒 它的魅力无法抵挡 它的内心 竟当着至尊王这气概 3.0 16.9重屏触摸 130万拍照摄像 30级超长待机 更支持双卡双待 蓝牙通话 上网冲浪 电子地图等 58项旗舰手机功能 它应有尽有 全球首创 西服式蓝牙 能听 能写 随机携带 这一遍 才是真正 打十手 本季某品牌 旗舰手机 4300元 本季某品牌 旗舰手机 5680元 本季某品牌 旗舰手机 8800元 但是 蓝牙手鞋比 它们没有 18面钻石切割 它们没有 双卡双带 它们也没有 这些 皇家黑钻 全都有 坑卡皇家黑钻 全球现代发售 5万部 全部由畅家 直接销售 省掉了店铺成本 拒绝分销生牟利 所以 它能通过 旗舰手机的价格底线 只卖1290元 你还犹豫什么 赶快拨打电话 订购吧 我以前啊 也用过一些旗舰手机 功能都不错 它外形 太笨床 皇家黑钻的问世 恰恰解决了 这样的问题 它背面的 菱形切割 有如钻石般的耀眼 拿着它打电话 走到哪儿 都是焦点 以前用蓝牙耳机啊 老不知道放哪儿好 经常找不到 老丢 可皇家黑钻的蓝牙耳机啊 竟然是它的收鞋笔 把这收鞋笔 往这机身上这儿一放 随身携带 享用就用 小王 把我的蓝牙笔扔上了 好 喂 董王总啊 合同 放心吧 都签好了 哈哈哈哈 瞧 现在全公司上下 就是它最有面子了 作为一个成功人士 一定要有激情澎湃 棱角分明的一面 同时 也要有处事不经 平静如水的一面 手机也一样 第一次看到皇家黑钻 就被它的直角纯屏 吸引住了 康卡皇家黑钻 采用康卡第三代 液晶平板电视技术 亮度高 精度系 色彩亮丽 同时 它还配备了 双低音炮银箱 用它听歌 看片 给你无语人比的 试听享受 现在的手机 多数是凹屏的 皇家黑钻 就凭直角纯屏这一点 跟别的手机比 那档次提升 可不止一点点 同时 康卡皇家黑钻 还配备双卡双待功能 打开盖子 瞧 还有两个卡槽 能同时放两个号码 一个生活号 一个工作号 工作生活互不干扰 一个本地号 一个外地号 升迁 有绝招 还可以哦 一个号码是化费套餐 一个号码是短信套餐 省大 让你想不到 这手机 顶多外观好看 我上出了 在线超过 能行吗 行 GT-R-S高速的 还叫受上行吗 行 高清的 信息安全行吗 行 我的命名就是不让你看 超常在接行吗 行 一个多月呢 还让名片 短信的存 能行吗 没问题 五百组名片 一千条短信 就怕你没那么多 总之 五十八项旗舰手机功能 它都有 可它有的 你们不一定有 它有中国五百多个城市的电子地图 轻轻一点 快速定位 不迷路 同时还有一件事天气查询 呀 等会儿要下雨了 这就是康卡皇家黑钻手机 外形与功能的完美结合 感官与实用的终极权势 黑色钢筋口机 三点零 十六比九 纯屏重窝 十八面零形切割 反射钻石耀眼光芒 全球首创 细服式蓝牙笔 能镜 能写 随机携带 一百三十万拍照摄像 三十天超常待机 更支持双卡双贷 蓝牙通话 上网冲浪 电子地图等 十八项旗舰手机功能 它应有尽有 康卡皇家黑钻 全球限量发售五万部 全部由厂家直接销售 省掉了店铺成本 拒绝分销商牟利 所以它能通过旗舰手机的价格体现 只卖一千二百九十九人 等等 如果你三十分钟内拨打电话 还有超值大礼包免费送给您 里面有一级超大容量 内存卡一张 两块一千多万超大容量电池 一部超重低音 密集声音乐耳机 一个语型充电器 这些全是免费送给你的 旗舰机皇限量发售 慢一步少一步 不要再犹豫了 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功能 外形 完美集合 康卡皇家黑钻 旗舰机华 精英国际 时尚便捷 完美的手机 你见过吗 功能 外形 完美集合 康卡皇家黑钻 旗舰机皇 他的身体 流淌着欧洲贵族血统 黑色钢琴口径 十八面菱形切割 反射 钻区耀影光芒 他的魅力 无法抵达 他的内心 皆当着至尊王者气概 三点零 十六比九 重屏注册 一百三十万拍照摄像 三十七超长战机 更支持双卡双带 蓝牙通话 上网冲浪 电子地图等 五十八项旗舰手机功能 他应有尽有 全球首创 细服式蓝牙 能听 能写 随机携带 这一遍才是真正 十手 本季某品牌旗舰手机 四千三百元 本季某品牌旗舰手机 五千六百八十元 本季某品牌旗舰手机 八千八百元 但是蓝牙手鞋比 他们没有 十八面钻石切割 他们没有 双卡双带 他们也没有 这些皇家黑钻 全都有 坑卡皇家黑钻 全球限量发售五万部 全部由厂家 直接销售 省掉了店铺成本 拒绝分销商牟利 所以他能通过 旗舰手机的价格底线 只卖一千二百九十九人 你还犹豫什么 赶快拨打电话 订购吧 我以前啊 也用过一些旗舰手机 功能都不错 它外形 太笨床 皇家黑钻的问世 恰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它背面的菱形切割 有如钻石般的要远 拿着它打电话 走到哪儿 都是焦点 以前用蓝牙耳机啊 老不知道放哪儿好 经常找不到 老丢 可皇家黑钻的蓝牙耳机啊 竟然是它的手鞋笔 把这手鞋笔 往这机身上这儿一放 随身携带 想用就用 小汪 把我的蓝牙笔扔上来 好 喂 王总啊 合同 放心吧 都签好了 瞧 现在全公司上下 就是他最有面子了 作为一个成功人士 一定要有激情澎湃 棱角分明的一面 同时 也要有处事不经 平静如水的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